欢迎收看挑战新闻 机器人聪明到要造反不听人类的话了吗 我们知道脸书在发展AI人工智慧机器人 工程师说怎么会这样 机器人之间会彼此创造出自己的语言 彼此沟通 当时他们发现到吓到 赶紧把电源关掉 另外在中国腾讯这个聊天机器人 也发生类似的情形 他会自己推文 那推文过程当中还骂说 这个中国共产党多么难多么难等等 电影情节当中 机器人变得很聪明 赶走地球人的情节 是不是真的会发生呢 另外今年11月底的金马奖当中宣布了 要颁发这个终身成就奖 颁发给侠女女星徐峰 徐峰今年66岁 当时他还得过两届的金马奖以后 后来他转去做幕后的监制 包括林青霞所演的滚果红尘 包括张国荣所演的霸王别姬 都是他的得奖立作 那么这次徐峰就说了 他得到了这个终身成就奖 他要再次的付出做监制 好好的为国贫来加油 另外我们发现到奇怪了 泰国普吉岛的机场闹鬼吗 明明没有飞机来 那个空桥上面为什么拍得这么清楚 有很多这样慢慢的又飘的 飘到大厅当中 网友说这也许是南海 南亚大海啸当中冤魂在作祟吧 今天各位来宾 首先欢迎这些影片的麦若宇 我也好 大家好 这些媒体人戴志阳 我也好 大家晚安 这些媒体人谢国安 大家好 军情航空网站总别是校围 我也好 大家好 有什么深仇大恨 把手掌剁掉 把牙齿全部拔光 还把它五花大绑 从楼上推下去 弃绝身亡 啊那个最楼那个到底是这样 我没看到了 不清楚 面对记者的提问 保全人员三间其口 就像是被下了封口令 因为上周五清晨五点多 四名男子压着住在这栋大楼五楼的 37岁正姓男子 一前一后走进电梯 当时保全人员以为是朋友来 还帮忙按了楼层才离开 完全没想到两个小时后 正姓男子就坠楼身亡 今天有点红一层 我都不知道吧 巨大的撞击声响 把住户全给吓坏了 还以为是有人跳楼 但万万没想到 竟然是有四名二煞 疑似为了十万元的债务 把26号才刚搬来的 正姓男子给丢了下来 正姓被害人疑似 疾欠借务不还 必不见面 为了讨债 24岁的黄姓祖贤 伙同另外三个人 在被害人家楼下堵人 压上楼后 把他四肢捆绑 宁愿殴打 打到全身瘀青 还不够 竟然一刀砍断手掌 发光牙齿 最后把遍体鳞伤的被害人 从五楼往下推 八公里的强化玻璃 硬身破裂 被害人当场惨死 凶手凶残的行径 令人不寒而栗 地上还遗留 当时被撞破的玻璃碎片 场面触目惊心 最后警方逮捕嫌犯 在黄姓祖贤 与另一名正姓嫌犯的住处 找到一级毒品 海洛英 怀疑这是一桩毒品 买卖纠纷 引发的凶杀案 四名嫌犯否认 推被害人下楼 但法官认为 凶嫌手段凶残 触犯的是杀人重罪 恐有串症 逃亡之余 裁定收押禁件 这个手段 真的是非常的过分 怎么把人 把这样搞死 难道 不是所谓的讨债吗 还是有内情在里面 其实温瑶 我们看到这段影片 我们都觉得 其实ISS还真的 不算什么 我觉得他这些人的行径 简直比他们还惨 我们台湾人更过分 因为你看桃园 其实他们自然本来 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地区 那前几天 就桃园就发生 这个离奇的坠楼案件 那这个郑姓男子 他在当天案发的时候 他是被市民 其实是五名人士 就开车带到 桃园的中立市 环东大楼 一个大楼现场 那现场的时候 外面这个 有一个驾驶在外面等 另外四个男子 就把这个正姓 男子这样子压进去 一路 你看他身上还光着身体 一路把他这样压进电梯去 把他全脱光 对全脱光 留一个小短裤 压进去 好 那压进去之后 做了什么 没人知道 可是大概两个小时过后 突然间 砰的一声 那大楼的警卫吓到 说丢下来 就往上 跑到外面去看 发现竟然有人最柔 好啦 那当然报警 那警方以为是有人自杀 消防单位也以为有人自杀 一看之后 这状况不对了 因为这个死者身上的产况 是他们从来没见过 为什么 第一个 牙齿全部断了 虽然他有外伤 但牙齿是全部断的 好 第二个 他的左手手掌呢 没了 平平的切口 不见了 对 那他们 而且他们的手脚是被反绑的 手反绑 脚反绑 那他们当然就直觉 这是一个刑事案件 先被虐待的 一掉录影带才发觉 他是刚刚我们前面讲的 他被人家压进去 好 那我们回过头来讲 警方当然事后找了这四个 凶贤道案 可是他们的说法 彼此互推 都不老 对 而且 有的调查 而且都说 这个是他指使做的 他又说他指使做的 好 那为了什么原因 就因为十万块的债务 十万块而已 那其实这种东西谁会相信 以我们在过去二十几年 这样子跑社会新闻 采访过所有的 所谓的凌涅事件里面 没有一件事情是因为 为了几万块 会去把人家打成这样子 你又是够大条 你要完成这样子 所谓的凌涅 把人家弄得这样 半死不活 要是半生不惨 要么就毒品黑痴 毒品是黑 或者是车手 车手集团黑痴黑 要么就是你可能 欠了几千万的债务 然后避不见面 或者抢赌场 这种黑痴黑的心境 才会被人家这样子玩 那这四个凶弦 大家互推去 我们就在想 你为了十万块 你要背一条这种 可能判死刑的 无期突起 没假装 一点都不符合 他的CP值 所以其实后面警方 查了之后才发觉 这个阵型男子 非常非常单纯 死者非常非常单纯 没有帮派背景 而且他是不久前 才从南部上来打零工 也没有出国记录 可是他在前一阵子 他急着办护照 那我们其实分析 那么多 想绕跑 大概不是想绕跑 就是他是诈骗集团的一个 重要的车手 对 他可能要么就是国外犯案 如果他黑痴黑了 然后就被人家抓起来处理 可是我们碰过那么多 很奇怪 很离奇的社会案件 尤其我看过最夸张 亲眼看到的那种 所谓的灵捏手法 这些都还算是 我们真的觉得还算是小咖 你看过更夸张的 台湾很多兄弟 会想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花招 那敢出力 之前我们在台中看过一件 那也是一个通气犯 当地的角头 那因为这个通气犯 他用了一个假名 在外面四处奔走 还是四处在那边 在处理事情 那可是有一天 他发现外面 他儿子的同学 在外面 到处在打听说 他的身份是什么 然后还在外面讲说 他这个不是什么咖什么 反正讲了一堆闲言闲语 所以他就透过他的儿子 把这个他儿子的同学约出来 然后就质问他 你是在外面说我什么 小学 脚头老大对一个小同学 饭可以吃 话不可以乱说 所以就找了他儿子 还有朋友 他的旗下小弟 就把这个人压起来 那压起来做什么呢 直接用我们那个缝麻布带的 那个很粗的针 很粗的针 很大肌 对那个还不是说我们的缝衣针 很粗的针 就把他双眼的眼皮缝起来了 缝起来之后 眼睛看不到 一定看不到 但是问题是你嘴巴还能讲话 对所以我就把你嘴巴也缝起来 好像你的电影 所以整个都缝起来 那就缝起来之后 还独打一顿 那之后让这个少年独自回家 怎么回家 看不到啊 那所以是后面路人觉得怪 你怎么双眼双嘴被缝成那样 大家都以为是疫情来到这个街头 那带他去包 那他也不敢讲发生了什么事 那你看这其实只是单单一个为了口舌之争 那我们之前在台北市也遇过一个案子 那是赌场黑吃黑的 那也是一个年轻 原本在赌场做把风的一个小兄弟 那因为他里面赌场现金流量很大 他看有时候没人不注意 大家不注意的时候 他就拿了 偷偷拿一把钞票 一把就好几万 对 一本就带走了 就被其他兄弟发现 那之后他的下场是什么 他就被带到北投的山区 然后这些人晚上把他带过去 挖了一个洞 他们就说 这个就叫他们的术语 就叫做树人 要活埋他 对 没有活埋 就是玩他 然后把他全身涂满蜂蜂蜜 埋在这个洞里面 只有颈部露到头上 所以后面这个兄弟的朋友 发现他被押走不见之后 然后就去报警 然后也跟家里人讲说 你的儿子被摸摸带走了 那后面警方去找到这一群人之后 才要求他们说 你把人藏到哪里去了 原来在北投的山区 所以警方后面赶去北投山区救的时候 你看那个少年就被埋在土里面不会动 然后全身上下爬满蚂蚁 然后脸肿得跟猪头一样 就被蚂蚁咬 对 然后各种虫类全部在身上 惨不忍毒 所以其实兄弟玩的手法非常非常多 这个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混黑大都听过五甲黑桃 那么这个五甲黑桃其实之前因为包括恐吓 因为毒品还被抓进去 怎么现在传出这个五甲黑桃出来犯案 为什么 文杨我们看到这个标题 真假五甲黑桃 有真假的 七三出香蕉 燕巢出芭蜡 可是五甲怎么会出个黑桃 是芭蜡还是香蕉 也不是都不是 因为一开始连警方都搞不清楚 因为高雄市保大前一阵子在抓一个诈骗集团的时候 然后就抓了16个新少年回来 那当然其中带头的 那后面就跟警方呛响 说你都没听过我 我就是五甲黑桃 这么有名吗 警方就在讨怀疑 就像我刚刚讲的 七三有香蕉 燕巢有芭蜡 五甲哪来的黑桃 你是拿何方神圣 那可是后面就有资深老刑警就听到 五甲黑桃 那不是之前被我们抓过的狗孩子吗 对啊 那现在不是你怪哪会出来 结果他们派人来看之后才说 直接质问他 你说你是五甲黑桃 证明给我看 证明给我看 怎么证明 结果他讲不出来 那五甲黑桃犯过什么案子 前科有哪些 他全部讲不出来 那警方就跟他讲 你又小孩了 人家出来你又去人收你 冒贬他是不是 然后这个现场诈骗集团 车手头 才跟他讲 就是台人我不是啦 我只是听说 在网路上有个很红的流氓 叫做五甲黑桃 也来呛一下 而且呛一下人家很够力 然后很怂 那怂又有烂 所以我就打着他的名号 然后来吸收了很多很多的小弟 来做我的车手 所以他就叫做五甲黑桃 那可是说实在话 五甲黑桃真的却有其人啊 那他到底是谁 其实五甲黑桃不是一个 很大咖的人物 那他今年也才三十岁而已 年轻的啊 对他三十岁而已 那他在高雄的五甲地区啊 那原本是在这个庙会的镇头里面的一个小混混 对那可是因为他就是很爱跟人家打架 然后动不动就是找人家拼手 所以在当地的这些很多很多镇头里面还小有名气 那好几次他约人家出来 那其实大家看到他的装扮就觉得有点 你知道打不下去 什么装扮 为什么你知道 我们一般兄弟要嘛你就是特别 特别 恰隆恰厚啊 恰隆恰厚 特别凶 那五甲黑桃他也恰隆恰厚啊 可是他很另类 他把他头发里光 就在他后面 这个后脑勺的地方 磕了一个黑桃 所以叫黑桃 扑克牌的黑桃 五甲黑桃啦 那因为他是五甲人 所以他就制成五甲黑桃 头发的造型 那也因为他常常因为就一出面 他就跟人家讲说 你来看我就是五甲黑桃 要比一下标志 所以常常虽然他也都打赢啦 可是很多道商兄弟就觉得说 这好像是有一点用这种搞笑的手法 让对方软化之后他来去搞赢 那可是其实他也不是说真的说 真的用这种方式 因为有一次他去讨债 那帮人家讨债 那高雄市有一个很大特种行业的老板 就不还钱 那他也是带一批小弟 就直接朝这个老板家里 丢了四颗汽油弹 让人家老板家里都烧光了 那后面他也就是因为这一个案子 所以被判了五年半入狱 那谁知道 但是他人入狱了 他过去他最喜欢做一件事 所以台湾南部也有人称他说是 这兄弟界的网红嘛 也就是说一般兄弟 怕警察怕钥匙认出来都怕的钥匙 绝不会轻易在镜头前曝光 更不用说还要在家里做直播 然后或是上网嗆瞎 那五甲黑头他最喜欢 其实他变成网红的原因就是 因为他嗆人的声音非常有南部的口音 动不动就是 什么呢 怎么不错呢 高雄口音啊 对高雄口音 其实很有在地的效果 很有在地的效果 而且他又把他网页上贴了一张古惑仔的照片 大家在街头上要舞羊位的照片 台会的古惑仔 所以其实他还觉得他蛮搞笑的 所以纷纷把他在网路上 对人家嗆嗆的各种的录音档 就截取下来 然后去研发出各种的奇怪 然后大家互相嘲笑的一个短片 所以他就因此成为一个网红的兄弟 我们来看普丁是不是跟你碰红 这次俄罗斯举行的是海军节 海军节他当然要推出最大的胜壮的军容 那这次普丁就说 你看我的武器这么多 我还让川普揣你蛋 不过讲到海军 我们知道其实俄罗斯的技术 还有他的一些设备等等 落后美国好几年不是吗 俄罗斯过去在冷战时期 也就是前苏联时代 那当然他也可以说是 拥有全球第二大海军 前苏联时代 对 前苏联时代 那个苏联海军是全球第二大 但是等到冷战结束以后 对不对 这个全球第二大苏联海军 歇息走一走 没去也没去 没有啦 就是卖的卖 然后丢在那边放烂的放烂 没有钱嘛 对 没有钱维护 因为其实对整个俄罗斯来讲 就是当他沉寂了大部分的苏联海军以后 当然我们看到 苏联海军垮台 然后基本上就 就是苏联海军最后就把很多这些船 很多分给加盟共和国 像乌克兰也分了不少 像这次我们看到 他们办这个海军节 他都选在7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 那这个地点呢 其实是会在那个俄罗斯 四大军港分别举行 但这一次是特别侧重在那个圣彼得堡 也就以前的列宁格勒 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一艘 第一艘船这个领头舰呢 其实呢 它是有一艘俄罗斯的这个机械登陆艇 但是很特别 你会注意到 上面放了一艘古帆船的模型 那这个就是第二时期 对 第二时期 俄罗斯海军的这个重要这个舰艇 它摆在那边 然后拉出来教育呢 代表就是有先后 金骨传承的这样一个味道 那当然在整个这个阅兵的过程中 其实说真的 它有相当多的这个 俄罗斯海军的这个舰艇 出来接受教育 你可以看到俄罗斯海军 像它这个 这个其实是它的这个 俄罗斯海军相当数量 相当庞大的一款飞弹巡逻舰 那这个飞弹巡逻舰呢 它的武装很特别 它其实是同一种舰身 但是它有两种不同的飞弹的装法 它可以装四枚 类似鱼叉飞弹的SSN-25 这个反接飞弹 或者是装四枚 号称航舰杀手的SSN-22 Mosquite 然后这个日制 那个也就是文士的反接飞弹 对 你看 一艘这个船上面装的两大颗 一边两大颗四颗来讲 它这个构型是装SSN-22 也就是说你看 它这一艘小船 但是它可以发射四枚的 日制超音速反接飞弹 你可以看到 如果它的速度 冲到大船的航空母舰的 附近 不是附近 就是说它的防卫圈的周边 在它射程以内 它一打出去 四枚射出去 而且如果它一次好几艘的话 这样一颗SSN-22的飞弹 它整颗飞弹 虽然说它看起来这个飞弹 感觉且不大 然后航空母舰那么巨大 但是因为它的速度 加上它的弹头 一颗击中的话 大概可能就会让航空母舰 这么大的船就丧失战力 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飞弹是很厉害 当然除了这一种 这一型的船以外 我们看到它其实后面 还有其他的那种 各种的小型舰艇 陆续就跟得出来 像它这一款 叫做布洋型的巡逻舰 布洋型的巡逻舰 它本身的武装并不是很大 其实俄罗斯海军 我们刚刚讲了 从苏联海军解体以后 俄罗斯海军 它基本上来讲 这么多年来 大部分它都是造这种 小型的巡逻舰 真正的大型的水面作战舰 造的没有很多 这种布洋型的巡逻舰 是它造的相当多 这几年来可以说 造的比较轻 做的比较多的一种水面舰 就是这种布洋型的 另外在后面 布洋型出来以后 慢慢就大型的 我们看到 这个其实前苏联时代 留下来的 叫Udaroi 或有人翻译成 勇撞 或者是勇敢级 也很老的巡逻舰 这是一种巡逻舰 你看它有两门炮 然后另外 它一共也有八枚 大型的反舰飞弹 很有趣的 它跟当时俄罗斯 其实另外一种 最主要的巡逻舰 就是现代籍驱逐舰 现代籍驱逐舰 跟勇撞机驱逐舰来讲 其实在俄罗斯海军来说 它其实是同一个时期 推出的两种驱逐舰 然后勇撞机驱逐舰 主要的任务是用来 反水面作战 然后有限的防空的能力 但是那个 现代籍驱逐舰 它装了八枚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日制反舰飞弹 然后它有比较好的 这个区域防空能力 但是很奇怪 两条船大小相当 然后整体盾位数也接近 但是却装了两套 截然不同的主机系统 在当时美国来讲 是根本不可能 然后这个船后面以后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 大型的舰出来了 那前面是勇撞机驱逐舰 那驱逐舰后面 当然还会有更多的 俄罗斯海军的 大型的水面舰 你看 它这个刚刚 就是这个勇撞机的驱逐舰 它前方还有防空飞弹的 发射的 好简弹炮 你看 对 这个就是我们讲到 是它最新的 高西可夫级元帅的 Frigate 也就是巡防舰 其实俄罗斯海军 我们刚刚讲 我们刚刚看到前面勇撞 或甚至于彼得大帝的 这一大堆船 基本上全部都是 前苏联时期的船 有舊的 但是俄罗斯时期的船 也还是有像这个 高西可夫元帅级的 这个巡防舰 还有另外一个 叫格里葛洛维奇 的这个巡防舰 这两种船 基本上是俄罗斯时代 才建造的新的船 它本身其实 我们看到刚刚 高西可夫 你会发现 它的外形 跟我们大家现在流行的 这种逆踪的 这种巡防舰 有像 还蛮像的 它的这个外表 整个船壳 上层结构 都是往内收 而且大部分都 都不像过去船 那个上层结构 那么复杂 把它收整在里面 所以它这个船 也是具有一个逆踪能力 你可以看 甚至于前面的炮塔 它也故意做成 这个逆踪型的这个炮塔 那当然你可以看到 后面 我们刚刚讲到 这一型的驱逐舰 而且这一型的驱逐舰 它还采用了 平面阵列相维尼达 那像这个 我们看到就是 那个俄罗斯海军 大型舰艇的光荣 是什么呢 基洛夫级巡洋舰 这台大台 对 俄罗斯它除了有 基洛夫级巡洋舰之外 还有就是瓦良格 巡洋舰 就是那个FAYAK 它这一期的巡洋舰 这两种巡洋舰 这个巡洋舰 就是FAYAK这一集 就是现在目前 瓦良格它所属的这一集 跟我们刚刚前面讲 这个是彼得大帝号 彼得大帝号是以前 基洛夫级巡洋舰 第一 这个船是核动力的 核动力的船 第一 红色这些是彼得大帝号 第二 对 这个船是彼得大帝号 第二 它这艘船 基本上是一个 三万吨的这个巡洋 核动力巡洋舰 而且它是一个 插满飞弹的一个巡洋舰 厉害吗 非常非常厉害 它上面的这个飞弹 除了那种各种 大大小小的这种飞弹 包括反舰的飞弹 防空的飞弹 然后甚至可以 用来打航空母舰的飞弹 一应俱全 全部都塞在这艘 基洛夫级巡洋舰 看起来很威猛 基洛夫级巡洋舰 它当然这个船 我们刚刚讲到 它在列宁格勒 列宁格勒 它其实本来 就是圣彼得堡 它其实应该是 波罗的海舰队 但除了波罗的海舰队之外 你看像彼得大帝号 对不对 它是原来基洛夫级巡洋舰 基洛夫级巡洋舰 目前这艘 它是在哪里 在北方舰队 它的母港是在莫曼斯克 等于为了海舰队 特地到莫曼斯克 来接受普丁的交援 前苏联海军的海军战略 基本上来说 你会发现 它的虽然是 号称全球第二大海军 但它水面舰 相对来说 并不如它的潜舰部队 潜舰的厉害 为什么 你可以看 基洛级潜舰 它这个俄罗斯 它除了现在有636级之外 而且还有636.6 它一个改良型的 基洛级潜舰舰 它这个基洛级潜舰舰 它有一个外号叫 深海杀手 很安静底下 然后这个是俄罗斯 最大的台风级潜舰舰 三万吨 三万吨的排水量 等于这个 甚至于以二战来说 有些这个 二战时候的 这个航空母舰的 这个排水量 也不过就三万吨而已 你看这个 这一艘潜舰舰 当时前苏联 才造了6艘 你看这么大 上面可以踢足球 大家两边正式百百 可以在上面踢足球来 对啊 很大 当年前苏联造了6艘 但是后来 苏联接替以后 俄罗斯基本上继承了 所有的这个6艘的 这个台风级的这个潜舰 但是没有潜舰 所以我们就把它 慢慢慢慢就处移掉 那现在剩多少 现在只剩这么一艘 剩6剩1 只剩这么一艘 除了海面 水面的这个教育之外 空中教育也是非常重要 当然你看 这是俄罗斯 一场非常资深的 水陆两用飞机 这种很难的见到 你看双螺旋桨 双螺旋桨 其实这飞机很老 很老旧了 不懂了 它是一个水陆两用飞机 它可以在海面上 起飞跟降落 但这款飞机 说真的 它现在还在飞 真的是非常 敬佩俄罗斯 很难得看到 非常敬佩俄罗斯 这么老的飞机 还能飞出来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脑上意状 当然除了我们刚看到 这款老的水陆两用飞机之外 这是非常特别的 俄罗斯版的P3C 它叫IL-38 四个螺旋 它也是四个螺旋桨的飞机 然后另外它下方 还有后方也有 用来侦测前舰的这些设备 而且它顶上 还有一个雷达的雷达罩 外形上来讲 非常的特别 除了我们刚刚讲到 IL-38之外 这次俄罗斯海军 它们其实也有包括像 SU-33战斗机 SU-33战斗机 是现在目前跟俄罗斯海军 航空母舰上所搭配的 舰载机器 今年11月的金马奖 终身成就奖 颁给了侠女影后徐峰 没有颁给诸葛亮 今年金马奖的终身成就奖 颁给了女影后 就是侠女徐峰 其实叫做徐峰 其实我们可能印象没有那么深刻 不过早期 他可是两届的金马奖影后 后来他转座监制 他导过包括林青翔的滚骨红尘 还有张国荣的霸王别姬 对 其实文鸟你说没有印象深刻 真的是情有可原 因为太年轻了 霸王别姬 这是华语电影 第一座砍城影展的金钟旅 至今没有人打破这个记录 因为华人得到最佳影片金钟旅奖 也是1993年的事情 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 所以大概年轻观众对徐峰大姐 66岁徐峰大姐 可能不是很熟悉 66岁了 66岁 当年的台湾的影坛 可是叱咤风云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徐峰的故事 徐峰其实家境贫寒 16岁在商砖念书的时候 就要出来做事 台湾人 当然台湾的 那当然怎么做事呢 就去考电影公司 联邦电影制片厂 考进去了 一个月一千多块钱的薪水 就是全家的经济收入来源 好 等到他到二十 在联邦拍了很多 包括龙门客栈这些电影 听过龙门客栈 龙门客栈 到了25岁 霞女 这部电影 霞女这是让徐峰 真正站在影坛上 立足点的一部大片 电影就叫霞女 霞女 这个电影上下两集 非常长 还有分上下两集 上下两集 后来在 这是台 你看这个电影 霞女 徐峰是一个高冷傲的女侠 这是胡金全的电影 这是台湾电影 第一次在坎城得到一个 最佳技术奖 我们这么早就得过奖 这是1975年 你看当时徐峰25岁 就在坎城的影展上拿奖 红地毯 胡金全导演 这是乔宏 当时颁奖的是女猫王 安玛格丽特 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 坦白讲 对一个25岁女孩来讲 是非常震撼的 才刚拍了 没有几部电影 就走到了全世界最大的影展的 红地毯 这当然也就是徐峰 后来失智要去坎城 拿最大奖的一个动力 刚刚讲到 徐峰因为家里清寒 清寒 然后开始拍电影 那但徐峰在这个演艺圈里面 电影界里面 当时70年代 她是一个非常出于 女儿不染的女孩 即使在女明星花边非常多 徐峰呢 依然是很爱家 爱孝顺母亲 照顾家庭的女孩 因此徐峰她其实在 很年轻的时候 她就结婚了 其实29岁就结婚了 你看徐峰她的感情上面 她当时是跟中华 她在圈内里面 记不记得我们讲 群星会的时候 讲过周森下台凤 讲过这一对 中华是周森的弟弟 徐峰在演艺圈 跟圈内人交往 只有跟中华谈过几年恋爱 因为徐峰很孝顺 中华也很孝顺 但中华当时在邵氏 香港邵氏 两个人分隔两地 所以这段感情没有谈成 中华当年还追过林青霞 中华当然后来 在台湾年纪大了 回台湾制作八点档 包括杨桂飞 包括一代家人 你看徐峰当年是这样的 一个清纯的模样 这也蛮冷艳的 对 她也被化妆拍成封面 同一个年代 有这样的封面 不同的风格 也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徐峰她的得奖运非常棒 但那个年代 其实人家讲徐峰的演技 是不是一流的呢 其实是不是顶尖的 可能不是 但她那个年代 就得过两届金马影后 就很会得奖 很会得奖 她这个什么 缘还包括刺客 两届金马影后 亚太营亚洲电影节 又得过女主角 就是这么会得奖 好了 徐峰刚刚讲 年龄轻轻就结婚了 没有跟中华 他嫁给了生意人 那个年代 港商很受到吸引 对 徐峰29岁的时候 就嫁给他第一个婚姻 嫁给香港人 香港有钱人 对 没有 我跟你讲 这个人是个骗 不是有钱人 这个港商来台湾 开相机公司 我跟你讲 当年那个年代 港商对艺人来讲 有一种莫名的 一种觉得 他可能是 有钱有事 对 那徐峰 徐峰为什么当时在 这个婚姻很短暂 第一段婚姻 当时为什么会 下嫁给徐志强 为什么 徐峰当时很红 我刚刚讲 侠女25岁得奖 29岁结婚 得完奖以后 她的片酬高涨 港币12万 然后片酱开始 要一次付金给她 那当时呢 徐峰的妈妈 刚不讲 徐峰妈妈 她很孝顺 徐峰的母亲 得了癌症 然后徐妈妈呢 大概不久人世了 就跟女儿讲说 她要看到 你的终身大事 催婚 而且呢 就希望能够看到 女儿有好归宿 那个年代 即使你侠女得奖了 可是父母亲认为 女人终于是要 走路到婚姻的 好 当时这个港商 来台湾开相机公司 邀徐峰剪彩 就因为这样认识了 认识以后呢 妈妈就对徐志强 印象不错 就觉得这个是可以 托付终身的对象 妈妈当时得癌症 他们决定给母亲冲喜 就马上闪电结婚了 好 一结婚呢 一度夏威夷度蜜月呢 徐峰就认为完蛋了 怎么啦 这个婚姻不会长久了 这个男生做生意呢 一百块做一千块的生意 而且到夏威夷 他不是很有钱 可是吃住都要最好的 徐峰当时大明星 他看他先生这个样 他心里凉了半截 太虚了 对 果然后来啊 度完蜜月没有多久 徐峰去韩国拍胡金泉 侠女之后的大片 三中传奇 一到韩国不得了了 朋友马上飞到韩国来找他说 徐峰赶快回台湾 怎么了 你的支票 你的人头盖章的支票 已经满天飞了 你要做票据法的案子 要被拘捕了 他要被债 是不是 他先生已经用他老婆的名字 在做生意 全部把蜡票退票 徐峰赶快回来 马上离婚 因为赶快要把这个经济弄掉 离完婚以后呢 他的支票一千多万 还是他还啊 徐峰拍片 左手拿片筹 右手还债 把这个一千多万 那个年代 七八零年代 把一千多万还掉了 他第二人老公 汤君年 怎么娶到他的呢 汤君年当时是 徐志强的债权人 也就是徐峰 要还他钱的一个对象 结果后来他们在一起 对 当时汤君年看到这个女孩 太不容易了 这个女孩怎么会 已经离婚了 被骗了 还像付钱 离婚了 还要帮他还这个债 对这个女人 产生了油然而静的心情 但是还没有想要追他 忽然有一天 汤君年 他们都是港商 争议朋友 另外一个港商 就跟汤君年讲说 我想追徐峰 你帮我介绍 汤君年一听 哇 你要追徐峰 每天都想要 我都觉得徐峰最棒的 那为什么我不追呢 马上汤君年 他因为这个朋友的刺激 因为徐峰当时一离完婚 才刚离婚 徐峰就说他五年之内 他就在媒体上讲 他五年之内 不会再结婚了 汤君年当时看了 就觉得说 他大概五年不会结婚 也没有想要追他 直到他的朋友要追 他还说那我要追 好 当时西里的公事 怎么追呢 每天徐峰在桃园 大南片场拍戏 汤君年开车 送他去大南片场 拍完了戏 半夜三更 把他从桃园 接回台北 接送 然后这样子 这样接送 然后汤君年就 飞他默取 汤君年家里 是个豪门 他的妈妈父母亲 反对 第一个 反对明星 做媳妇 第二个 还是一个离过婚的明星 还是一个负债来的 而且是一个 刚结婚就没多久离婚的 怎么进家里呢 不同意 可是后来 汤君年娶到了徐峰 娶了 徐峰的婆婆 汤君年妈妈跟他讲说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会接纳你吗 因为当时汤君年 非你不娶 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不接受你 我们会失去一个儿子 所以就让他进去了 进去之后条件是 不能再演戏 不能抛头 在荧幕面前出现 徐峰开始就去汤君年的 家里的百货公司上班 去管图章 后来发觉自己 还布一个会计小姐 满脑子还是电影 当年25岁 侠女梦嘛 汤君年给他的钱 珠宝什么的 徐峰全部攒起来 后来他就跟汤君年说 那没关系 我不演戏可以 我开电影公司 可不可以 可以 就成立了汤城电影公司 汤城他成立吗 汤城电影公司 就是滚滚红尘 林丁霞 当了这个 这个 女主角 好 汤君年徐峰就这样子 汤城 讲到汤君年 从上海到香港 香港来台湾 早期台湾知道 汤城在三重 开过一个shopping mall 一个大楼 对不对 圆圆那个头 那个地方 对 那汤君年在台湾 他怎么来台湾做 做什么呢 做那个 窗帘的印花 印花布窗帘 起家的 后来整个 包括shopping mall 等到赚钱以后 把这一批卖掉以后 钱进哪里 他们早年是 第一批台湾的台商 前进浦东 浦东当时是一片虚无 他们在浦东盖房地产 他现在赚反了 汤城系列的豪宅 大家都知道 当时生两个小孩 汤子家 那个是汤子童 后来改名叫汤家臣 这个汤子童 汤家臣四岁就拍过 朱延平的 汤城出品的 丑小鸭 小童心 汤家臣 后来刚讲了 这一批进入到浦东之后 房地产一做 碰到了宏观条款 怎么办 整个来讲 有七八年时间 整个房地产是被压在那边 而且在因为 跟香港的公司要控股 收购 被调查 整个汤城的这个 房地产公司 不是一帆风顺 现在当然会来知道 在浦东地方是特有名 可中间有七八年时间 深陷到一个泥沼里面 好 这个段时间呢 徐丰 汤君年 整个家里面呢 一起 一起向前 这个小汤家臣 当时小小年纪 因为整个家族 被房地产 陷入到里面 被调查 那个 汤家臣 小小年纪 15岁 14岁 因为妈 童心出生 得了忧郁症 得了恐慌症 小朋友得忧郁症 本来是以为看好 这个小男生 会当明星的 小童心 长得又帅 后来因为家里 被调查 因为汤城 被调查 整个得了忧郁症 恐慌症 结果你知道 罪学出来 不念书了 15岁 投入股市 股海 因为这个小朋友 对数字特别敏锐 他拆股市的上升 跟下降 没有拆错 15岁 进入股市 成为股市小神童 真的啊 妈妈后来 看他的汤家臣 会改了名字 这么厉害 给他100万做股票 一年赚了40万 你知道汤家臣 现在是汤城集团的 他哥哥是这个 集团的总裁 他也是集团的行政总裁 汤家臣现在 上海香港 是最大的黄金单身汉 没有忧郁症 变成黄金单身汉 也没有进入演艺圈 所有的中港 中港的女星 向他投怀送抱 目前还是 黄金单身汉当中 太有钱 好 讲到徐峰 汤军年 一年早逝 56岁过世了 徐峰跟汤军年 这样一家人 这样走过了 这样的一个 当时的汤城的事情 汤军年因为糖尿症 糖尿病 并发症 56岁 杀手人寰 徐峰因为汤军年 走完以后 得了忧郁症 也得了躁郁症 那段时间 那段时间 徐峰身体非常不好 到了后面几年才回来 当然讲到徐峰 1993年的霸王别姬 那是他人生的巅峰之作 那年刚好我也在砍城 哎呦 那是麦哥 对 你还留郭富城的头发 没有啦 那个时候头发是反应这样 那时候你看 金钟旅讲 张国荣 我跟你讲 这个电影 是经典中的经典 你现在来看 霸王别姬这个电影 当年太强了 当年这个电影 得最佳影片 对不对 里面的演员 张国荣 其实最遗憾的是 这个电影 他又演男又演女 没有得到影帝奖 这是一大遗憾 现在以评审标准来看 张国荣可以拿影帝 巩俐可以拿砍城影后 导演 包括葛优 都可以得奖 可当年评审非常严格 一个电影只准给一个奖 结果当年电影又很强 霸王别姬最佳影片 还不是单独得 跟另外一部澳洲片 钢琴师和他的情人共得 那当然这个电影 让徐峰攀上了 砍城梦 终于圆到了 最巅峰 这是依他的这个 人生最高峰 当然霸王别姬之后 整个来讲 汤城后来制片就没落了 没有到像当年那样光辉 那徐峰 在得完中文成绩奖之后 他说他还要再去拍电影 期待徐大姐 再造一个砍城的光辉 脸色在发展 人工智慧机器 就是AI机器人 不过真的让我们想象不到 脸书的工程师说 他们发现到机器人 自己会创造出 属于自己的语言 然后就机器人 跟机器人彼此间讲话沟通 工程师发现到 吓到赶紧把电影关掉 你知道才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这两个人 有了一番唇枪舌战 这个人是脸书的创办人 就是左克博 左克博对AI的未来 表示很乐观 他就说 你说任何一个批评 AI人工智慧的人 说造成威胁 你就是不负责任 这就会有威胁 他其实在骂谁 他就在骂他 骂这位帅哥 为什么 他就是特斯拉的创办人 马斯克 他也在做AI机器人不是吗 对 可是马斯克就告诉你 他说什么呢 他说AI其实会威胁 人类文明的存在 如果以后呢 机器变得比人类还要聪明 开什么玩笑 人类会变得机器 豢养的宠物 有没有 真的会吗 对 他就骂 这个左克博 他说你实在是 这个太迅了 你对AI的认知 太有限 你好天真哦 这一眼的AI 他到来都比人类更聪明 对 但是你想 左克博何等人物 对不对 我跟你讲 我就是要做 他2013年就搞了一个什么 人工智慧研究院 还找了这个科技的泰斗 来研究这个 那现在我们在上脸书 脸书其实你看 他已经会用一些机器 来筛减大数据 对不对 所以我们自己看什么 聪明就很 对 你看什么贴文 越来越贴心 对 你就好像都可以 看得到自己想要 对不对 对 他知道你要什么 对不对 但是最近脸书的 这个人工智慧研究院 出了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为什么你知道吗 他们其实本来 研发了两个人工机器人 那这两个人工的AI智慧 一个叫鲍勃 一个叫爱丽丝 就一男一女 让他们聊天 对不对 然后看能不能 未来希望的这个机器人 是可以跟人类聊天的 对不对 就一定做到 对 这个宅经济嘛 对不对 喜怒哀乐 我可以跟机器人聊天 结果咧 试着试着试着 然后可能是那个工程师 他忘了下某个指令 结果咧 等到工程师回过神来 发现一件事情 好奇怪 你看爱丽丝讲了 一堆这个乱嘛 鲍勃也讲了一堆乱嘛 然后呢 这一路这样下来 奇怪 我看不懂 你知道吗 哇 工程师就紧张了 那问题是这两个 人工智慧 开始自顾自的在聊天 自己下指引 对 自己下指引 就在一直跑 一直跑 哇塞 那个工程师一看到 整个人心都凉了半截 赶快把他的电源给拔掉 你知道这一刻 大家会想到什么 你知道吗 很多好莱坞的电影 都有这种预言 是啊 有没有看过《魔鬼终结者》 他后来怎么说 对对 最后你知道 《魔鬼终结者》 世纪末不是出现天网吗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人工智慧 攻占了那个 国防机器的一个 最高的那个 超大型电脑 对对对对 然后人落跑 对对对 然后甚至呢 它化整为零 变成所有 变成一头拉骨 电脑病毒 所以无所不在 everywhere 有没有 对 然后呢 你现在看到 机械功敌也是一种预言 为什么呢 因为当机器人 力量也比你强 智慧也比你高 还比你聪明 对 你一拳打过去的时候 他脑袋里早就已经 在想好一大堆 这个相关的东西 大出去太强了 对 都可以跟你来作对 所以换句话说呢 人类能不能控制机器 好莱坞的电影 都会告诉你 很悲观 为什么呢 因为人类可能 没有办法控制 因为大出去太厉害啊 所以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 哇塞 左克勃 之前才刚跟马斯克 唇枪舌战 哇现在马上下起来 哇实在太恐怖了 今天又发表了一个声明 他说哎呀 可能是虚惊一场 可是你相信吗 可是你相信吗 我只问你相不相信 我也要 我自己就不太相信 你真的相信AI很冲 为什么呢 因为AI发展到 一个部分的时候 你如果真的吓到 对不对 那有专家就警告 你如果再下去 真的像这个天网 就是真的像魔鬼动机的人 你侵入了国防武器系统 那就是世界末日的开始 这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好 那我们来看马斯克的论点 马斯克为什么这么反对AI 其实他已经常常在 跟政府官员 或是美国州长开会的时候 就会讲他的论点 他怎么讲呢 他的意思是说 假设今天AI人工智慧 真的成型的一个状况之下 对不对 那等到他来成型 你再来立法做规范 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为什么呢 那个时候他已经超越你了 对 你要拉都拉不住了 对不对 所以他现在一直在呼吁 我们要赶快先立法 为什么呢 赶快先立法 规范这个AI人工智慧 免得到时候 你真的创造出一个 可怕的怪物的时候 人类文明就毁灭就不远了 那我们都知道 那个马斯克呢 他其实创办了一个 航太科技公司 听说他是外星人来的 对 SpaceX 对不对 之前不是发火箭 还这个爆炸吗 对不对 那马斯克就告诉我们 他为什么呢 要拼命地做这个 列印9号 拼命地做SpaceX 因为他未来希望 要殖民火星 哦 这样子哦 对 他希望能够带着人类 成为一个跨星球的物种 逃去火星柱 对 那我们又问他嘛 对 奇怪 那你说逃去火星柱 可是人类不一定要 地球生活得好好的 对不对 他终于讲出答案了 为什么呢 假设以后 AI人工智慧 真的出来统治地球的时候呢 我们要逃难 我们要整个逃到火星去 你知道吗 也许吧 地球太危险了 对不对 地球实在太危险 你还是回火星吧 对 那就是马斯克所说的话 所以换句话说 整个AI人工智慧 真的发展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呢 哇 你看光现在 还在发展的这个状况呢 我们就已经觉得 有点捏拔冷汗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智慧 真的不断地在学习 继续学习的能力 到底有多强 连对岸 腾讯 他们所研发出来的机器人 BBQ 他都已经会跟你聊天 而且聊出来的东西 让人家差点吓死 他聊什么 你知道吗 来看这个 那个就有网友问他说 BBQ 你爱党吗 对不对 这个很重要 我们在中国 意识形态很重要 我们一定要对党忠诚 对不对 不爱 真的哦 马上就跟你讲不爱 什么是爱国 他又讲说 哇 你看 裸官太多 裸官增多 官商勾结 政府税收 怎样怎样怎样 这看起来已经很反动的言论 他骂得很直白 接下来这个更白目 你知道吗 他就直接 这位这个网友 直接问BBQ 共产党万岁 这个非常中党 对不对 结果他怎么回答 你知道吗 你觉得这么腐败无能的政治 能万岁吗 哇 这个人真的倒吸一口良心 这真的是聊天机器人 自己发的吗 开什么玩笑 你知道 那这个腾讯官方 后来没多久 这个BBQ就整个下架 被关闭了 为什么呢 怎么可以对党不忠诚 对 这个随便这样一弄 哇 我看这个工程师呢 大概可能 乌纱帽 或是小命 可能哪一天 可能也不保了 这个整个资料库这样下来呢 感觉起来 这个机器人 可能不是很寻常 对不对 哇 也让这个网友 这个吓死了 所以呢 AI人工知识 未来对人类 到底会造成什么样 一个状况呢 我们其实 也都很好奇 泰国普这条的机场 闹鬼吗 没有想到 飞机没有飞哦 就是飞机没有飞 进来没有人啊 可是那个空廊当中 为什么一群就这样 慢慢地飘进来 飘进来 真的是 南亚大海啸的冤魂吗 这个影片 播上网的时候呢 大家全部毛骨悚然 而且拍得很明显 对不对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这个空桥的旁边 理论上 你应该要连着飞机嘛 对不对 你才有旅客进出嘛 但在深夜的机场里面 旁边没有飞机 你要自己看没有飞机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 空桥里面有人走耶 真的好多人 一直不断地往里面走耶 就下机 住住大厅啊 对啊 那你右边的飞机在哪里呢 没有啊 飞机呢 对啊 哇塞 这个看到的时候呢 听说所有人看到之后 都整个猫鼓悚然 为什么 确定是人 对确定是人啊 很明显 你没看到人 就一直走一直走 一直走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哇 这段影片上去之后呢 大家就怀疑 是不是南亚大海啸的冤魂 到底是 回来了 你知道吗 到底是什么状况 当然 泰国媒体说 哇 因为这个可能是反光啦 他说 反光 后面还有一台 后面是那个机场的那个 那个走道嘛 另外一台反光的 但是问题是 你从这个角度看 你觉得像吗 另外一台在哪里 对另外 就完全没有看到 你说后面真的有 我觉得这看起来 也不是很像 应该没有 所以说呢 整个这样拍下来的感觉呢 实在是觉得 让人家很恐怖 所以没有答案哦 没有 完全没有答案 我们是不是真的看到鬼 不知道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影片出来 真的非常非常的惊悚 指数百分百 好 那机场的鬼故事呢 不止这一个 你知道吗 在墨西哥的 胡雅雷斯国际机场 那最近呢 在这里呢 被人家拍到 什么样的一个 一四 也在机场 对 一四灵异小女孩 那出现 对不对 台湾有红衣小女孩 墨西哥有 维多利亚装束的 复古小女孩 你知道吗 而且呢 这个小女孩最厉害的是呢 你仔细看 这个看起来 好像没有什么 对不对 就机场外观嘛 对机场外观没有什么 但是 你仔细看哦 他现在这个照片 整个慢慢入印 你会发现 中间慢慢地浮现 一个小女孩的轮廓 你有没有看到 有一个小女孩 戴着帽子 有没有 戴着帽子 然后呢 穿 整个穿束好像是 对不对 穿着整个 看起来就像是 19世纪 整个英国的穿着 他有戴帽子 对 还戴着帽子 然后看起来 好像微微地 在跟你招手 微微地在笑 哇塞 看到这个东西呢 那这个机场呢 其实一直以来 大家都觉得 好像真的 有什么在这边 但是自从这个照片 出来之后呢 大家才赫然发现 说不定呢 真的 这个小女孩 在这边待了 很久了 所以没有误会的答案 都没有 就真的是怕这个影子 对 完全没有 可是他刚刚那个照片 你光是看这个照片的话 你仔细看 你真的会觉得很害怕 对 为什么呢 因为不仔细看 没有发现 你仔细看 才发现这个小女孩 是半透明的轮廓 整个穿过去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照片出来的时候 墨西哥的胡亚雷斯 国际机场呢 也一戏 让人家觉得 哇 爆红 那在这个机场呢 怎么样 鬼故事最多的机场 其实很多时候呢 大家当兵都有鬼故事 对不对 英国林肯聚一处 废弃的军用机场 这个机场呢 是二战留下来的 据说呢 就有一位 当时在二战 罹难的这个飞行员呢 他常年在这边出没 那你知道英国人 有的时候很无聊 对 英国的研究也很无聊 那英国的这一位 这个影片呢 是一个抓鬼大师拍的 他说怎么样 我们组成一个抓鬼队去找 但是呢 你仔细看 他说他进去 只有两个人 他跟他住手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 前面有个黑影 你有没有看到 就这样走过去 对耶 就这样走过去 反方向走过去 对 那当然拍摄的人呢 他是说 我当时进这个机场 进这里面来探险 来抓鬼的时候呢 只有真正的活人 只有我跟我的住手 没有第三个人 那请问一下 当他转过去的时候呢 为什么前面 会有一个黑影 这样走过去 要来咯 再看一次 有没有 黄圈 好像那个手电筒 就是 对不对 但是呢 当然也有网友说 哎呀 这个根本就是人嘛 为什么呢 你有没有看他的手上拿什么 他手上好像拿手电筒 对对对 所以呢 抓鬼特工队 那有人来吗 后面有人吗 你看 他这样走过去 手上有个这个手电筒嘛 所以这个也有网友之一 那是不是你抓鬼特工队 拉插 对不对 明明就是有人 对不对 你说没有人 对不对 但是呢 军中鬼故事很多 接下来看一下 这张照片的时候呢 你真的要觉得 哇 真的这世界上 没有不可能 为什么呢 来仔细看这张照片 这个呢 是当时在英国也是二战 然后大家来这个合照嘛 对不对 但是仔细看这个圈圈出来的这个人 怎么了 这个人本来不应该出现在这一群人当中 不是这一群人 对 为什么呢 因为他已经死了 他当时照片照相的时候呢 这一群都有他的同袍 他叫杰克森 这个杰克森是一个维修的一个技师 他在军队里面是负责这个地勤的 结果他有一次维修的时候 很不幸 不小心呢 这个被卷入这个飞机的引擎里面 不幸变成肉将身亡了 哇 然后大家可能这个同梯在照相说 我们在照完之后 我们要各奔西东嘛 对不对 然后呢 结果大家也是缅怀他 结果缅怀着缅怀着 人就回来了 你知道吗 当时他的所有的同袍 太太拍照相 对 都没有这个人 结果照出来的时候 发现杰克森在这边 所以呢 当时呢 哇 这个出来 但是他们的同袍没有觉得害怕 他们的同袍觉得说 因为呢 杰克森虽然罹难了 但是这张照片 证明他一直与我们同在 夺魂剧的电影情节 真的在挪威上演 怀与搜奇 无奇不有 经典恐怖片 德州电锯杀人狂 这个片当中 令人心惊胆跳的 电锯马达声 及血腥的场景 让人毛骨悚然 而挪威 一名男子 希尔特 似乎从中得到灵感 也用电锯来恶作剧 假装自己被锯到满身鲜血 却把朋友吓昏倒地 希尔特把自己的恶作剧录起来 只见影片中他正在锯木头 有人在一旁修车 随后希尔特趁朋友不注意 把真的电锯换成假的 并且往身上自割 喷出大量的假血 然后倒在地上 朋友看到这一幕 以为希尔特真的死了 当场吓到发抖 并昏了过去 希尔特起身后 以为有人也在装死 还开心地对着镜头笑 直到发现朋友 是真的昏倒 才赶紧咬醒他 而朋友醒过来之后 脚步仍然站不稳 并推了希尔特一下 然后离开 希尔特把影片上传脸书 还自夸 这是我做过的最棒的恶作剧 但许多网友 却不觉得这样的恶作剧有趣 直呼是笨蛋的幽默 挑战新闻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请不吝点赞订阅